全球珊瑚交流面积正不断的减少当中 而今天是世界珊瑚交日 希望能够唤起大众对于海洋保育的重视 海洋占了地球百分之七十的面积 更提供一半以上的氧气来源 保护海洋显得更加的重要 然而近年来珊瑚白化的危机越来越严重 珊瑚交流面积也是不断的缩减 像是澳洲的大宝礁面积已经减少百分之四十 而佛罗里达岛礁还有加勒比海的珊瑚礁面积 甚至减少百分之九十 专家呼吁使用海洋友善的防晒乳 还有避免使用一次性塑胶制品 都有助于保护海洋生态